全球火山活动频繁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21号大规模喷发 火山灰伴随着雨水从天而降 居民的房屋跟车辆都堆积了大量火山灰 虽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但一度迫使当地机场关闭 而近期喷发的墨西哥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也持续的喷出灰烬 导致附近两座机场暂时关闭 还有十万名学生停轲 开车上路前 先拿一桶水清洁挡风玻璃 因为整辆车都覆盖了一层黑色土石 位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卡塔尼亚 21号一早全是正负景象 因为附近的埃特纳火山才刚喷发 大量火山灰夹杂雨水从天而降 虽然受到农屋影响 看不见火山喷发活动 但附近城镇不论屋顶或大马路上 随处都能看到火山灰 可见喷发规模不小 就连停在附近机场的飞机 也被撒上了一层灰烬 而这次喷发也导致机场起降停摆 幸好并未传出人员伤亡 无独又欧 墨西哥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喷发 同样导致附近两座机场暂时关闭 尽管火山灰不断落下 还是有新人照常举行户外婚礼活动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位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东南方70公里 中卫人口都达2200万 近期火山活动增加 当局已经宣布10万名学生停课 并且发布次高级别的黄色警戒 如果活动加剧 不排除提升警戒 要求民众强制撤离 成为人编译